就算不出国在国内有一些高级的饭店 住一晚动辄也要花上上万元 但是内政部抽查了全国194家旅馆的消防和营建管理 发现合格率只有三成二 其中消防安全设备有57家都不合格 包括知名的日月潭韩币楼都上榜了 剑湖山的王子大饭店不合格的项目也有三项 内政部公布今年4到7月旅馆公安独岛结果 全国194家旅馆消防营建管理两项都合格的有六成三 合格率只有三成二 其中北高两市的合格率五成八最高 而澎湖 连江甚至本岛的云林县 几乎全数的旅馆都不合格 剑湖山王子大饭店就有三项都不符合标准 客人在逃生的时候可能会跌倒 那现在改成斜坡 这样子好 斜坡切除 这次安检着重在消防设备方面 防火管理 安全梯都是重点 已经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日月潭韩壁楼 以及苗栗西湖度假大饭店 消防设备 防验物 消防管理也不合格 迎宾出的一个红地毯 那个防验标章厂商送洗的时候洗掉了 那我们也赶快再补回来的 内政部目前也已经把违规旅馆列馆追踪 各县市政府在9月底之前必须回报改善状况 如果没有在席线内改善 除了开阀 最终还能够勒领停业 这次安检着